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各位提到 从行开始就要进入修行的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倒归到心经里面来讲了 首先我们是把 这个波罗普罗密多心经 这我不详细的一个一个跟各位解释了 我们直接就把它翻成空性成就的密码 或者空性成就的晶片 假如你想要了解到它的内容 那就只好再走回去看第一会所讲的部分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 是生命改造工程的主体 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要改造生命 那标的是在哪里 我们从这个主体上来讲 是查一下有单独一句 第一 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它最前面的这一段 它有四句话 我们一句一句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句叫做观自在菩萨行 他的念法应该是观自在菩萨行中 观是要观照自己在菩萨行的这条路上 传统的讲法是观自在就是观是因菩萨 这样分开 那么行生般若菩萨蜜多十 这是第二句 我们先把行移上来 那才有跟刚才的行具组的地方的行 你才粘得上去 所以这个意义不一样 这一句话主要讲的是 我们生命改造过程当中的主体 要先弄清楚 你自己不能行在菩萨行上面 那你其他都免谈了 都免谈了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菩萨行 那你怎么样观照到自己在菩萨行 那就提到刚才所讲的 你那个生命的存在 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你只要感受不到 你根本无法观自 知道吗 自己在菩萨行当中 你连自己的存在都感受不到 你自己有没有行在菩萨行上面 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觉知的起步 一个觉知的起步 好多人在讲修行 我修什么法修什么法 那叫口号法 都是很口号的 我参禅啊 我修密啊 我修净土啊 我修什么 那个都多余的 你先想想看 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自己 那么在那个菩萨行上面 或者在菩提道上面 或者在出离道上面 你连自己都感受不到 你还在哪里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 无法逃避 无法逃避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年轻的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失业率很高 很多人没工作 那我们呢也开放 只要你想找工作啊 我们都愿意 我们提供啊 几个工作机会 大概不多啦 我们高雄地区两百个 够不够 我告诉你喔 报名十几个要来 现在存两个啦 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加入呢 他感受不到自己是怎么啦 你没工作啊 要工作给你啊 奇怪喔 你没工作 找到工作不是很好 正好想办法 一方面也成长 一方面也赚钱 不是很好吗 可是奇怪呢 来两天受讯 然后就回去了 自己在哪里啊 这个在啊 你要弄清楚啊 是不是常常问你 你在哪里啊 我在这里啊 你在这里我还不知道 我问你在哪里 那我就在这里啊 当然你在这里 我怎么不知道 我问你在哪里 观自在的在 是生命在哪里啊 你有没有在菩萨道上 有没有在菩提道上 或者在出离道上 或者在出离道上 你在这里我当然在这里 我当然知道啊 你是听我推的吗 不然你在这里干嘛 你在哪里 有没有 你常常问这个 我在哪里 这个就移情所在啊 你感受得到吗 你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存在吗 不但存在 这个在啊 要在菩萨行上面 所以观自的自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跟着传统 人家念观自在菩萨 你念观自在菩萨 你念观自在菩萨 从修行的立场上来看 这个自这个在啊 它的意义啊 非常的重要 那个观呢 其实就感受嘛 你感受到没 你感受不到还观什么 所以那个观不是看 是你自己对生命的那种感受力 有没有 弄清楚了吧 修行是什么 大概这个轮廓你已经浮上来了 所以这三个字的基本条件啊 是非常深沉的 是赤柔柔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要跟你讲说是生命啊 不要再讲心啊 太抽象了 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我的存在 我 是什么 那个我 不是色这个我 是法的那个我 那你就从色身啊 转为法身啊 有没有 慢慢去看 所以我们常常讲感受啊 体会啊体验啊 你要有那种感受的能力啊 要有那种体验的能力啊 你连感受都感受不到 只有一张嘴巴 掰来过掰去 掰到最后 你不知道掰什么 讲了一堆 没有实用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 这三个字 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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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生命 在 在哪里 菩萨行上面 这是个主体啊 这个主体你只要看不到啊 你看你怎么修嘛 怎么修嘛 你修行就让小孩子躲 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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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在门背里 然后说我躲起来了 屁股跑出来躲起来了 你头盖起来就好了 然后说我躲起来你找不到我 屁股打下去 哎呦 怎么啦 你体会不到 体会不到 你不要看 我们都是五十五六十了 你那个生命 生命的主体观啊 这个主体观啊 跟那个三四岁的小孩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这个观自在啊 就感受生命的存在在 在哪里 在菩萨行上面 这个地方啊 讲菩萨 简称 修行到最后啊 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就讲这个菩提萨多 这个菩萨 因为你行在哪里呢 在 深波罗普罗密多时 召见 第二句话 是在召见 召见什么 五蕴皆空 从 召见无云皆空干嘛 渡一切苦恶 这是作用啊 那渡一切苦恶的 这个菩提萨多呢 无挂碍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内盘 所以 在这个行生 这个生 波罗普罗密多时 要召见无挂碍故事 要照见无云皆空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修行的整个过程 修行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第一句啊 叫做生命改造工程的主题 第二句啊 是生命改造的途径 生命改造的途径 就是生波罗普罗密多时 照见 这个生波罗普罗密多 是个境界 要你行啊 菩萨行 要行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生啊 就是穿透的意思 穿透啊 透过啊 波罗普罗密多 的时候啊 那你才能够啊 照见 照见一切万法 皆空 它只是用五蕴啊 来做代表 所以这个生啊 你现在用的词汇啊 跟以前的词句是不同的 那透过波罗普罗密多啊 来照见五蕴皆空 或者 借着波罗普罗密多啊 来照见五蕴皆空 那你能不能运用波罗普罗密多 现在问题在这里啊 你假如没有这种空性的成就啊 那你就没有办法照见五蕴皆空 关键在这里啊 关键在这里啊 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 我要怎么样透过波罗普罗密多 来看 色受想形式 或者六根 六成 六四 十二因缘 四圣地 或者无知无得 他这三十九个啊 四十一个啊 代表一切万法 那么我们这个训练啊 这一会的训练 就要训练这个东西 一个一个训练 心经 它很简略的 几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 但是呢 它的整个行法都在这个途径当中 色 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色啊 透过色 色运用深波罗普罗密多 来照见啊 色是空的 只有你面对一切境界 都是空的时候啊 那你才有可能度一切苦恶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 把这个一切万法分成四十一类 我们啊 那我们现在以你我他这么几个人来讲 你不一定要四十一法通通破 跟各位讲一法破就可以 破一法就可以 我们 既然有这么大的福德 善根跟因缘啊 那我们当然是四十一法都跟各位介绍 啊 四十一法都跟你介绍 你不要四十一法都扛起来 哦 我奉劝各位一法就可以 哦 破一分无名 这四十一个啊 你只要破一个 你就是法身大事了 涌出三界 永远处理三界 那么按照净土人的话来讲啊 那就叫做阿彼八字菩萨 要不退转位的菩萨 知道吗 哦 这个 你要留意哦 只要破一个无名 这四十一个当中破一个 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那你可以比照运用 那就是运用法 那就运用了 那应用的时候可以透过善巧方便 各位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假如你是修僧文法的话 那破这一法正阿罗汉呢 那就是正阿罗汉 那假如我们是用摩赫眼圣大圣法的话 你破这一法以后啊 那只是正的空性而已 空性以后啊 那还要再运用 所以我们前面跟各位讲 你要破这一法正阿罗汉呢 其实很简单 三分钟就可以了 哦 元旦凌晨啊 到元旦凌晨的三分钟啊 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正阿罗汉 然后再经过一分保认 大概到四分钟 你就是法生大事 那个保认呢 就是使你转化会运用 会运用 所以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除夕夜 元旦的凌晨四分钟 一直到除夕夜 你通通在行菩萨道 就菩萨行 就菩萨行 那个森波罗普罗密多石的石啊 应该是从四分钟开始讲起 那假如我们一般行 菩萨行呢 是从三分钟开始算 就差那么一分钟而已 各位要知道 一个阿罗汉啊 从他的出离道啊 要转成菩萨道 那一分钟啊 一个阿罗汉啊 可能啊 可能啊 要经过无量觉 他才转得过来 你知道 那你现在行 修的是磨合眼圣的法 他要转过来啊 其实很快 假如你是直接 修这样的法门下去的话 当你破这个分无名的时候 你直接就正法身了 那就不是三分四分钟的问题了 关键在这个地方 问题是你到底发心了没 所以磨合眼圣是 从凌晨 你发的 不是声闻圣的心 是磨合眼圣的心 菩萨行的心 那么从凌晨的 零秒开始啊 你一发心啊 一秒钟第一秒钟开始 你就入了 就入了 那么要破那一分无名 大概也是三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所以你就开始入 深波罗波罗密多时 这个关键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 我们不详细跟各位讲 因为详细谈这个部分啊 是属于叛教的部分 叛教的部分 叛教是一门啊 非常好的佛教哲学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 这个是讲 华元经思想的时候啊 我们再讲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你这个深波罗波罗密多啊 不管是从三分钟开始讲 或四分钟开始讲 都可以 也就是啊 你一定啊 要破一分无名 那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这一分无名你要怎么破 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总说的时候啊 他并没有跟你讲说 他怎么修 他只是告诉你 先把这个境界啊 跟你提出来 所以我们在总的经文里啊 就谈 总的那个纲要里啊 就跟各位谈的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概要 一个标的 一个过程的总说 你透过啊 这个空性成就 以后的这个时候啊 你才能够照见万法皆空 也就五蕴皆空的这个部分 因此第三个部分啊 他是生命改造的目标 也就是要能够啊 五蕴皆空 这个空啊 我是想说 用一个情况把它表达一下 表示这个空的重要性 打出来变成这个样子啊 好吧就空吧 这个正德空性啊 是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申文圣的教学法啊 正德空性 正阿罗汉啊 这个是一阶段教学法 我们大圣的教学法是两阶段 两阶段啊 后半段这个阶段啊 比前半段的阶段啊 那头来的大 也因为啊 大圣的行法理跟教学理啊 很重视后半段的部分 所以造成了今天大圣佛教啊 纷乱的原因 所以你会发现到 大圣佛教很少教你实际修行的部分 很少教你 这个不是大圣佛教不教 是今天的大圣佛教界 所以 这个大圣佛教的社会里啊 他缺少了 这个教学法 他没办法教 你看今天 净空法师在讲 念佛法门 他没办法教你念佛 他只是一再的跟你讲说 念佛很好很好 念佛怎么好又怎么好 你问他说要怎么念哦 他说你问我我问啥 因为他的师父没教他 念佛要怎么念啊 已经200年没教了 从咸丰年间以来啊 天下大乱以后啊 怎么念佛就没人知道了 你知道吗 现在念佛念好的我们13楼那边在念佛啊 就用地中敲啊 那个念得很好啊 念得很好 运很好 不是方法设心成就很好 不是 这一个好啊 不叫好 这个叫表演的很好 不是修行的很好 那修行的方法跟技巧啊 没有办法教下来 那个不算 餐餐也一样 所以我们昨天啊 应该可以说 很臭屁啊 跟各位讲啊 真的这世界 除了这个道场以外 没人再跟你讲了 那个方法要怎么用啊 你没办法用 就是刚才讲 那个行具足以后 那个部分没办法教 那么讲的都是 要你去行菩萨行的部分 各位要知道 菩萨行没有空性啊 不叫菩萨行 叫世间善法 没有空性的 通通是世间善法 那你要菩萨行是指 要具足的 空性的成就以后才能讲啊 好啦 大圣佛法讲的老半天都没有这些 空性成就他没有办法教 没有办法教 没有办法教 剩下来的那只有世间善法 这个差距啊 相当的大 相当相当的大 我们要能够穿透这个部分 各位一定要穿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各位真的想要修行的时候 在行法中 你一定要 归到空这个字上面来 那归到 归回归啊 全部归集到这里啊 一切万法 通通要能空 怎么空啊 那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这是生命改造的目标 万法皆空 不是五蕴皆空而已 五蕴只是他在说明上面的一个方便 不是这五个啊 是一切法皆空 那通通要回归到这个地方 这是 这个目标 达成以后啊 那第四个啊 就是生命改造的境界 改造以后啊皆空以后怎么样 皆空要干嘛 要度一切苦恶 要跟各位讲啊 这一切这两个字啊 一切啊 用英文是一个字啊 叫ALL ALL 这里面包括两个东西 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所有众生 我们通常在解释的啊 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啊 是只有自己没有众生 对不对 当自己没有痛苦的时候 又只有众生没有自己 那个喔 非行者 你要知道 行者啊 本身一定要把自己 融入众生里面 你要记得这一个问题啊 要把自己融入众生里面 所以我们才一再跟各位讲 你现在因地发心啊 你就一定要广度众生 广度众生 你想要来听经喔 你要想办法去找 最少二十个人 付你的法来听经 然后说师父跟你收钱喔 那么过分 听你讲一下经就要钱 不好意思啊 说钱不大班啦 不过钱怎么办 有人问说师父那你怎么不印给我们 对不对 印要钱啊 对不对 那所以啊 没钱就自己操 跟各位讲 你 不是要你去跟人家收钱 是要你去接触众生 你在遇到众生的时候 你会有 有彻折感 会有彻折感 对不对 人家要告诉你喔 是懵心啊 不可以买心啊 那不知道会骗吗 你说我 敢给你骗两百块吗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真的 你摆在眼前的就是这个问题 假如你不收这个两百块 他会说好啊 好啊 很好啊 大概你跟他买班 他也是多送你一颗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每个月都要跟他要两百块 第一个月可能给你 第二个月给你庇命喔 对不对 我没缺力喔 你为什么一直跟我要两百块 好啦 这个时候你的境界才会出现 所以刚才讲 人事啊 才是谋 这个时候来啦 你要怎么去应变 你要怎么去处理 这个问题才会出现 你不能够我自己发心 我发两千块 要写十个人的名字 那没有效 这个没有功德啊 要你去面对群众 然后你才会发现众生的心性是什么 那个时候你跟众生才会结合在一起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度一切苦恶的时候啊 是真的我跟众生的苦恶一起度尽 你假如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喔 等我先成就以后 再来度众生的话 那这个绝对不会成就 绝对不会成就 大圣的行法就在这个地方直接上去 这就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我等我修行成就以后 等你修行成就以后喔 那叫 大黑天啊 天就黑了啦 不用堵众生啊 大家困了要堵什么 等你成就的时候 众生已经被人家渡光了 轮不到你的份了 所以在我们因地发心的时候 就要勇于去接受众生 拥抱众生 跟众生相处 众生有什么情境 你要从他的反应中看 然后你会发现 众生有很多理由啊 其实就是你的理由 众生有很多困难啊 就是你的困难 你必须啊 透过这个层面呢 去了解到 这个才叫度一切苦恶 一个都没例外 包括你自己 尤其是包括你的仇人 你知道吗 你不要像那一个公案讲的 我姐姐除外 问她说为什么姐姐除外 她在上把她奔一半 所以我功德不回向给她 那她就变成你的仇人了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生命境界 那么这下来呢 这四句话是心经的第一段 心经的第一段 这下来 这种说完毕以后啊 那如何空啊 要怎么空啊 对不对 那既然一切法都要空啊 空了以后就度一切苦恶 那怎么空呢 所以她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她说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这个啊 就是修行的本体 修行喔 不是生命改造的本体喔 刚才是讲生命改造本体 现在是你修行的行法上面啊 那个技术面你要进行的啊 先以义法来看 以摄法来看 那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这个我们这里也不详细跟各位讲 摄是什么 摄包括地水火风 这个五蕴当中的摄啊 是从广义上来讲 地水火风所展开的 乃至于啊 我们讲的摄身香味处 通通属于摄的范围 颜见摄 蚊身 鼻蚊香 舌见味 生根的接触 这个都属于摄的部分 那所以她范围也是很广的 那么这里面啊 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这样四句话你看不出什么 假如你把它连着念下去 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瘦不亦空 空不亦瘦 想不亦空 空不亦想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一念多了 你就会发现里面只剩下空 对不对 四十一法你通通带进去 那是空这个字最多 空这个字最多 那个时候啊 它就应该叫做 波罗普罗密多空经 对不对 因为都是空嘛 可它为什么叫心经啊 你去注意看看 所以我们说一切万法 皆空 关键就在这里 这两句话 第三句 受想行事亦复如事啊 它是总结啊 总结就是说一切万法也都一样了 那这两句话 其实它两种思维模式 这个地方要讲的是 这个思维模式啊 它叫双立法 双立法 第一句啊 不亦的意思叫做反变 反变 即是的意思是正变 讲到这里就是逻辑学的问题了 就逻辑学的问题了 正变反变啊 是怎么变 那你对哲学有兴趣啊 逻辑有兴趣的时候 那我们再讲了 那不然的话 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讲 这个地方讲啊 社呢 是以这个社为主 为主词 所以说社 是能源起 能源 空呢 是所源起 是所 所以社空良法 是能所 能所 你这里要把能所的观念建立起来 后面讲到无知无德的时候啊 你才发现那是能所双亡 双破 所以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讲双立法 两个都立 能所双立 射即是空 这是正变 以射为能起 空为所源起 一个能源起 一个所源起 它从正变反变 这两个同时谈啊 来证明了 这个逻辑是健全的 假如只有反变的话 现在我们社会上这些政治人物啊 他们在辩论啊 都是片面 片面 要抹黑的时候 那就用反变 那么要为自己脱罪的时候用正变 那这两个讲法 就产生矛盾了 所以我们看他们在那乱骂一通的时候 够白咩 因为他一个讲反变 一个讲正变 那么 一个理论的建立不能这样 他要反变也要正变 只要更周全的话 他还要合变 这个拆开以后啊 再综合起来看 不能够单一看的 这个是一个有责任的 一个思想家 要进行的工作 可是我们啊 一讲到政治就没有这些啦 反正他只要达到目的就好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讲的 理性冷静的立场 在理性跟冷静的前提之下 这个部分一定要交代很清楚 反变如何 正变如何 这个地方是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了解这个 概括的情况就好 好 这个后面呢 我们会更详细的告诉各位 这个是讲啊 他的双利法 双利法 这第五个 如何空 用双利的方法来空 那么第六个 空是什么 空是什么 那就是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媚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个叫做双破法 双破法 空相是什么 不生不媚 不生那就应该媚啊 不媚就应该生啊 那现在空是什么呢 不生又不媚 那是什么 第三种状况就产生了 真空境界就产生了 那就是我们讲的修行的药灵 那个晶片就在这里 插下去 你就开悟了 你每次都没有插下去啊 每次都没有 都让它过战了 你还没下车 为什么 因为你抓不到那个药灵 你的质量到不够 质量到不够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啊 我 第一次在台北搭公车的时候 从宜蘭到台北啊 是笨得有够 有够剩啊 一看 12号 哇就爬上去了 爬上去了 被司机赶下来 那车子开过去了 后面怎么还有一个门 后来就想说 他们大概要从后门上去 好了 第二步来12号 我又上去 从后门上去了 很高兴啊 然后就问他说 那时候有车长啊 说 那个南机场啊 怎么 怎么走啊 南机场怎么走 他说 车子不是你开的 怎么走跟你没关系 车子不是我开的怎么走 有什么关系呢 结果 下车了 下去 我说 到了吗 他说这里是终点站 哇 结果我是从终点站的前一站 上车 那终点站就被赶下去了 我说 那我要到南机场怎么办 他对面坐 然后我一上车啊 就一直一直看 南机场 南机场在哪里 南机场结果也是12号的终点站 因为你不懂得 你不知道整个过程啊 所以你就会一直紧张一直紧张 可当你熟练以后啊 你熟悉以后啊 我从起站上车 到终点站在下车嘛 那我起 起站上车啊 坐下去就碎了 睡到最后一个大转弯 因为他要回转再回来嘛 那大转弯的时候 我就刚好醒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有经验啊 有经验啊 我们在修行训练也是一样 你刚开始啊 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老是看到过站啊 对不对 那你熟的以后就不会啦 你就不会让他过站 到那一站你就会 在车门口等着下车啦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经验累积出来 修行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都不是 一上车就好像很准要下车 有没有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生不灭 因为双破法是最容易产生啊 第三种状态的那种观念 那种情境啊 那情境最容易产生 所以通常修剥落法门的人都修双破法 前面那个双立法也可以 但是比较少人用 双立法通常是性中的刑法 法眼的刑法 双立法就很好修 此事普贤行 此事普贤境 通通都对对对对啦 没有不对的啦 那你就会说 那杀人换活也对 我说对 为什么 进去啊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第三种状态啊 对不对 可是你用意识形态又谈回来了 杀人换活就不对怎么对 我当然也知道杀人换活不对啊 刚才就讲得很清楚啊 伤害众生的都不对啊 包括生命包括财产啊 怎么会对 但是现在跟你讲对 是为什么 因为你会产生第三种状态 可是通常你的意识形态会否认 会否认 意识形态一出现 你就没办法修行了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所以经过双破以后啊 你要来双利就容易 所以通常第一阶段的教育叫双破法 第二阶段的教育叫双利法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第一阶段我们用的就是双破 透过这不生不灭 那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个就是啦 你那个移情出来 那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移情啦 不够那就应该清净 不净就应该污垢 那既不够又不净 那是什么 那你进去吧 你要从这里进去啊 这是你修行的下手处 就是你的下手处啦 不增不减也一样 不增就减啊 不减就增啊 那不增不减是什么 那还不简单平衡嘛 是不是呀 不是啊 那他讲平等就好了 平衡就好了 为什么讲不增不减呢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 就是你下手的地方 这个是啊 那来讲空向的那种状态 空向的状态 这是第六个 第七个呢 第七个讲的是空什么 空向是这样 那我要去空什么东西啊 这个空就是 我们讲的空中啊 无色 这个无色就是破色 空啊要破掉色 所以无这个字啊 是破的意思 同时无呢 是名词 不是动词 不是形容词 也不是副词 通常形容名词的 我们叫做形容词 那这个无啊 你要当作名词来用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种境界 他变成名词的话 是一种境界 无是一种境界 要不然呢 你无就要当作动词破来用 所以无当作动词 跟无当作名词 讲的就不同了 当动词的话 是修行的方法 当名词的话 是修行以后的境界 这无啊 动词怎么念啊 名词怎么念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无物啊 无啊 用动词应该念第四身啊 春风奉人啊 下雨欲人啊 那用动词的话 应该用念第四身 大概写中文的人 比较清楚啊 那么无当动词的话 应该念第四身 那么应该是空中物色 那都完了 都没人听无啊 那我们一念无色 那你又搞错了 所以这个无啊 当动词用的时候啊 当动词用的时候啊 它是破修行的过程 当作名词的时候是境界 是境界的意思 色啊 是一种空的境界 就变成这种状况了 那么它的内容啊 我们跟各位啊 介绍一下 无色啊 无受想行事 这个弄错了 这一句话应该在无色的后面 这就是五蕴 第二句呢 无言而鼻舌身意 这是六根 无色身香味触法 这是五六成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这是六四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劳死 亦无劳死境 这个是十二有之 十二有之 那我们要跟各位 谈这个问题啊 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无无名乃至无劳死啊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十二有之的部分 它再加上啊 无无名境 无无名啊 也要境 它是来形容啊 你在破无名的时候啊 要去穷境 但是你要留意到这里啊 从无名到无名境的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广度 一个是深度 去穷境它 这一个广度 一个穷 一个深度 那不管怎么样 从无名到无名境 它又多了 多了十二 十二有之变成二十四个 你留意一下喔 留意这一点就好 十二有之啊 就十二因缘啊 就变成二十四个 变成二十四个 不是十二个喔 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当十二个看 就可以了 因为 从深度跟广度来讲啊 那是你的功夫问题 是你的功夫问题 这个功夫问题啊 就是善巧方便 就是无畏 第一个就是变才无畏 变才无畏 那好多人 能够正阿鲁汉 他没有办法弘法 就是他无无名 乃至无老死 他就没有办法 无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境 就差这么一个 这个深度跟广度的问题 没有办法穷境 所以很多圆诀 圆诀啊 独诀啊 是修这个法的 那十二分无名都破了啊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讲啊 因为他没有尽 没有尽 这个是变才啊 无畏啊 没有成就 那我们在跟各位谈的是 因为既然是讲磨合眼神啊 那你广度跟深度啊 要穷境 而这个穷境的时候啊 不止这十二个 他包括这四十一个全部穷境 在这个地方特别强出来 强调出来 为什么要在十二有之的地方 谈这个部分呢 那就牵涉到整个修行结构的问题 五蕴叫蕴 这个六根 这个六根 就是运 处 戒 这三个 处啊是六四啊 那我们从广义讲啊 包括六根 运 处 戒 元旗 这四个 他用元旗的这个部分啊 穷境前面三个 他用这样讲 这个就是他经文啊 精炼的地方 那我们在 一般人看经书 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你不知道修行的要灵 不知道修行的要灵 不知道修行的要灵 所以这些你都会啊 善失掉 没有留意到 后面无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要能破 四圣地你就成就了 这是生文的修法 然后我们在比较啊 这个小圣跟中圣修行 差别的地方 主要是比较这两个 主要是比较这两个 那后面无智义无德啊 是讲能锁 刚才啊 这个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啊 那是讲能锁的问题 无智义无德啊 就是空跟色之间的 那个能锁关系啊 一次破禁 所以这两个啊 是最后总结的地方 总结的地方 这样讲起来是41个 那假如你把 12有之啊 再加上12个啊 刚好53个 有没有 53餐啊 从这里产生的 OK 那么53餐 这个53餐 表示什么意思呢 其实跟41是一样的 是跟41一样 在印度人来讲啊 梵文我不知道啦 他们的文学跟民间的 这种习俗怎么样啊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啊 从佛教的经典里啊 我们看到益经家 在运用这些数字的时候 可以发现 一个很微妙的文化现象 从经典里头来看 我没有到过印度 也不知道印度文化是什么 53的意思啊 在印度人来用这个字的时候 53呢 就跟我们讲 无量无边的意思一样 穷尽一切世间的形形色色 知道吗 所以53这个字啊 在 印度人来讲啊 就像 我们台湾话讲的 只有密起百有人 只有百有人 对不对 你有多少人 多少有啊 是不是这样 只有 一种密起百有人啊 百有不是一百的啊 他讲的是什么 形形色色嘛 对不对 讲形形色色 是不是穷尽一切状态 53代有那个意思 所以53不是刚好53个善知识 是 形形色色的善知识啊 都有 那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人生旅途当中 你有没有形形色色的朋友 那假如套用我们传统的话来讲 那是不是三教九流 对不对 这就是礼语嘛 民间所讲的 在形容穷尽一切的状况 知道吗 所以你要懂得 很冷静的来看经文的话 那经文所表达的生命状态啊 那真是太美了 太美了 可惜的是啊 我们一用脑筋的意识形态啊 这些就都看不到了 都看不到了 41也是穷尽啊 一切万法 对不对 这万法一过的话 你就成就啦 就成就啦 所以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啊 获得很大的启示啊 所以我常讲说你不要看经典啊 经典越小啊 越麻烦啊 你看260个字要讲到完喔 讲到天边海角去啊 你不要看啊 他真的是一个方程式啊 心经 第8个 那空了以后又怎样 空了以后要做什么 义无所得固啊 无知义无得嘛 来回到刚才前面那边去啦 菩萨行的菩萨 那么菩提撒得那个菩萨 依波罗波罗命多固 现在不讲空了 依波罗波罗命多喔 因为你透过他 一切万法去空啊 所以心无挂碍 无挂碍固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内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以无所得固啊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命多固 得阿妮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有这两个 空啊空啊 空了又怎样 空了就这样 这样是怎样 菩提撒得啊 是果地的音像 三世诸佛啊 是果地的果像 果觉啊 最后成就的 那状况呢 最后成就的状况 有这两个 一个是果觉果像 那得阿妮多罗三秒三菩提 果觉果像是怎么样呢 就跟他一样 知道吗 跟他一样 大家都想哦 我成佛以后就变成那样 我看来看看 那一整四人 都会上当的 那就是果觉果像 成佛以后要做什么 成佛以后要做什么 那叫做果地音像 果地音像在哪里啊 就在菩提撒得这边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就不叫菩萨啦 因为叫菩萨你会搞错啦 所以他特别用菩提撒得 原因重现再讲一遍 这个就是果地的菩萨 不是因地的菩萨 像我们各位一见面都啊 菩萨好菩萨好 张菩萨很张嘛 所以叫张菩萨 很白叫白菩萨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因地的菩萨 那这个地方讲的菩提撒得 是果地的菩萨 他显现出啊 因地的相出来 但是呢 我们这因地啊 心有恐怖啊 心有卦碍啊 有卦碍所以有恐怖 有恐怖所以呢 就迷惑颠倒 你看 那么这果地的菩萨呢 他因为无卦碍 无所得所以无卦碍 无卦碍所以有恐怖 无有恐怖所以远离颠倒梦想 他这个究竟涅槃 就一直安住在涅槃的境界里 所以他再来到世间呢 他也是在涅槃境界里 他只是显现那一项而已 显现菩萨那一项 在做什么的那一项而已 那么世间的物理现象 社会现象 生理现象跟心理现象 他照样的在运作 跟一般凡夫完全一样 但是呢 他的境界是在涅槃的境界里 永远在那个境界里 知道吗 所以这个都是古佛再来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很多 这种讲法 古佛再来 某人某人啊 是古佛再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果地印象的人 因为那是果地印象的人 就好像观世音菩萨 视线做愚然观音一样 他果地印象 就像阿弥陀佛 视线为永明元寿禅师一样 这是果地印象 不能毁谤哦 跟各位讲 不要毁谤 最后呢 那就 我们还问 是只有这样吗 这第九个 只有这样吗 他不是 所以不是只有这样 那就怎么样 故知波罗波罗密多啊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沙婆 这个不是波罗生 应该波 不是波 这个音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密法的修法 这一会 我们不讲这个部分 一讲到这个部分 那就要再讲 42个波罗波罗密多咒 这个唱诵华言字母 一个字入一个波罗波罗密多咒 那要讲那个部分 我们等下一会 有音缘的时候再讲 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除了这一法这样破以外 用义根修行来破以外 那还有用义根修行来破 还有用生根修行来破这个无名的 那这个部分 生根无名 我们这个事间暂时就不讲了 有没有那种根器的人到了 我们再讲 现在我们只能够说 义根修行能破 这个不可思议境界 要怎么达成呢 那我们等下一会再讲 大概 我们这一会 要跟各位讲的 这个刚要 大约如此 大约如此 那明天开始 我们进入正式的领域 来跟各位好好解说 心经要怎么修行 刚才只是序言而已 不要当真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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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